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继承外祖父在深山里真沙村的巨额遗产 男主对母亲的前段婚姻和外祖父家里完全不了解 继父似乎知道一些什么 但是欲言又止 最后决定让男主回村子里看下 再做决定不迟 结果回去一看 虽然村落破败荒凉 但是自家里却是意外的有钱 不仅深宅大院 而且良田千亩真是羡煞旁人 男主的家庭构成有点复杂 生母家里很有钱 但是这个村子一直不生男孩 只能考招上门女婿入赘 结果生下一堆双胞胎 但是生父很快性情大变 于是母亲只带了当时还是婴儿的男主离开了村子 而妹妹冯慧香就一直留在了那里 生父死后 外祖父家里就没有了男性继承人 这才指定了男主来接任家主 看着对自己暗送秋波的淑女亲戚举子 如花似语的妹妹冯慧香 再加上价值百兆的遗产 男主这会儿都觉得这好运是不是来的有点不真实了 冯慧香对过往的阐述看似无懈可击 但是一来两人的生母已经过世六年 无从何对 二来养父作为民俗学家临走前说了一段话 好像非常了解这个村子 总觉得哪儿怪怪的 但是说不上来 说到这里 青春啊 各位想问问观众老爷们 如果是你 你愿意继承家业吗 愿意的打一 不愿意打二 弹幕留言告诉我 在我看来这他妈根本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男主居然还摇摆不定 左右为难 而冯慧香也使劲劝说哥哥接受 因为如果男主拒绝 那就会让妹妹和一大家子亲戚来分家产 肯定会搞出更多的矛盾 那样妹妹也很困扰 男主思来想去 觉得天生放假没事 不如就在村子里先住几天 了解下这个村子再考虑是不是继承遗产 妹妹高兴万分之余告诉他 哪儿都可以闲逛 唯独家里有一个旧仓库 千万不要进去 除非以后男主决定接任家主 妹妹才会告诉你具体原因 男主虽然有疑问 但是满口答应 但他很快发现 仆人们对自己虽然充满敬畏 但是疏离感很重 村民也总是鬼鬼祟祟 欲言又止 包括亲戚举子 经常带球撞人 勾引挑逗 这让我们的小头 很有点无处安放啊 而没过几天 妹妹真灵放弃了夏令营 跑来村子里缠着哥哥一起玩 女主们终于凑齐 好戏终将开眼 忍不住好奇的男主 终于知道了夜里的仓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了解了事情真相的男女主们 终于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迎来了恐怖神社的本季 关于龙神山的传说 沼泽巨大的阴影 历史传说的诅咒 到底有什么关联 故事最终都会为你揭晓 本作的原话又是我们的老熟人 追笑除树 往期本频道推荐的 公介岛奇谈 同样出自他的手笔 恰巧也是民俗悬疑题材 他略带非主流的画风 色气度不高 但是柔弱感 欲加施虐感却不低 很是适合本作的基调 黑C的作品 在众口福利方面 肯定是有保证的 触手扶他 大型多人现场 层出不穷 应有尽有 青春阿普一直觉得民俗这个体系 就特别适合搞这些 讲不通的逻辑 套上民俗二字 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前一秒还是淳朴的好村民 后一秒就树心大发 那就用神话传说 鬼神附体来解释嘛 我觉得编剧真是S 这类题材了 怎么编都能逻辑自洽 天降横财的剧情走向 再加上被誉为温泉之乡的真沙村 那就必然要抛走啦 一般来说乡村民俗选一句 一到夜里洗澡和头盔 是传统保留曲目 本作把这两个规定动作 一个不辣都用上了 而在自选动作环节 本作在洗澡内容里 加了一个小创意 浴场水气朦胧 你可以用鼠标晃动 来把水气擦干 看清楚福利内容 如果一段时间你停止动作 水气又会逐渐恢复 这么小的一个细节 把浴场和女主间的朦胧暧昧感 撩拨的恰到好处 稀之如微 必须点赞 综上所述 狗哭我给77分 一个故事讲得不错 前期铺垫 循序渐进的拔作 如果你对克苏鲁 民俗悬疑类剧情感兴趣 那就非常推荐尼氏 本作的民俗故事 串联起日本的古代历史 讲得杀有其事 考证的还挺有趣 圆了不少 前期伏笔埋的坑 香艳凶暗的开局 也确实能让玩家产生兴趣 真灵属于很少见的 日烧元气型妹妹 给人印象不错 但青春阿普对这类题材 一直以来的看法就是 如果前期的那么多悬疑铺垫 最后都能解释成 人为的阴谋会更让我感到欣喜 其实律师尤玛 明明很适合扮演这个角色 我知道这么做 对编剧的要求会成倍提高 可能这就是我对剧情要求的 小小偏执吧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通谈制定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订阅 打个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